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英國出現美麗的風景線 這件事真是 為何說正呢 因為早前幾年前英國說這件事在香港出現是正的 是甚麼事 是大三罷 英國那邊就出現了30年以來最大的鐵路罷工 交通受到很大的影響等等 這也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 接下來老師 醫護 公務員 他們都覺得這件事有做 有著數 他們會相繼仿效 那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去到現時為止 他們又是為甚麼 而搞這個大三罷呢 還有就是英國的交通物流亂得非常 現在很多人都說不做 不行 機場那些行李在堆積如山 泛濫似海 那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等一下就會跟大家慢慢講講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記得按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這件事已經在昨天爆發了 因為昨天的時間是21日 英國已經做了一個30年以來最大的罷工 因為在英國時間6月21日 就是進入一個罷工狀況 有幾萬名的鐵路職員因為勞資9分 所以宣佈罷工 除了鐵路工人之外 還有幾個行業都說要加入這個罷工的行動 英國的手上約翰遜就在罵爆 就說罷工這些行動這些行為 會傷害現在在疫情之中復甦的企業 我覺得你應該是支持他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2019年的時候 香港那班黑暴搞大三霸 現在搞大三霸的時候 各國不同地方不去領袖 都說支持他們爭取民主自由 爭取自己的權益等等的事情 為什麼現在英國搞大三霸 他們會不支持呢 他們會罵爆他們說影響發展 影響疫情復甦呢 這些非常雙重標準的雙重標準 所以我們要怎樣呢 看到這麼美麗的風景線 當然要給他一個讚好 要支持他叫他們加油 根據英國傳媒報道 現在大約有4萬個鐵路工人 就是在6月21日 6月23日和6月25日就會搞罷工 等鐵路的運輸交通陷入一個癱瘓之中 而倫敦地鐵系統 亦都因為他們另一場罷工 大多數的時間都處於關閉的狀態 在21日黎明時分就開始 已經有某些人在街頭 狗賊線上 在聚集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英國廣報公司BBC就報道 在工作人員21日凌晨離開崗位之後 只有大約兩成的火車可以運行 而且很危險 因為不單是鐵路裡面 總部也有人罷工 很危險 很多地方除了只有小小地方有鐵路運行 很多地方都沒有火車沒有鐵路運行 工會就表示 鐵路罷工或者標示著一些新的不滿的夏天 食物和燃料價格標升將通脹推高至12%以上 鐵路工會要求加薪7% 可能他們就看了我們香港公務員工會那些 要求要加薪7% 他們就說要加薪7% 我覺得英國那邊不應該加薪7% 因為香港通脹沒那麼厲害 但是英國通脹很厲害 10% 幾十年來最高 那他們爭取的加薪 是不是應該要爭取幾十年以來最高的加薪 我說17%就差不多了 不過不好意思 7%他們的脂肪都不同意 所以他們就發起了罷工的行為 但問題就是這件事引起了不同的關注 包括教師、醫護人員、公務員、廢物處理人員、訴訟律師 沒錯 律師都醞釀罷工 要求改善待遇等等 哇這次英國真是爆 真是恭喜他 除了恭喜之外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而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提出 允許僱主聘用一些臨時代理員工去應付日常的鐵路服務 但是工會譴責這件事是不可行 不安全 亦都很大機會會違反一個國際法 你找一些不太懂的人去做這些事? 如果醫生罷工 你就說找護士 護士罷工 你就說不如這樣 獸醫也是醫生 獸醫護士也是護士 頂住先 嘩 有料到 有些看頭 這件事 所以英國現在就納納亂了 移民了去英國那幫人 就恭喜你們 你們現在連車都沒得搭 走路 不要 走路慢 踩單車 夠健康 又有車 對不對 現在整件事都很搞笑 他們的談判就失敗了 但是國鐵路工會就說 約翰遜在這項極具爭議的措施中 將會使勞資雙方變得漫長而痛苦 就是罵Boris Johnson 英國工會聯盟指責約翰遜的提議 就連手上戴卓爾夫人都沒有這樣做過 因為政府應該要嘗試緩和緩解雙方的衝突 如今這項提議 就是被公司請臨時工人去應付鐵路日常服務 只會加劇僱員工和工會之間的特大分歧 而比利時也有多個工會發起了一些罷工的行動 在6月20日的時間 有7萬人在布魯塞爾遊行 要求政府採取一些行動 去應對急劇上升的生活成本 示威者舉著牌寫著就說 有多尊重 更多尊重就要更多工資 都很合理 原來尊重就建構在錢方面 OK 都很合理 我覺得應該要爭取更多他們 還要結束消費稅的旗幟和橫額等等 可想而知 在外國生活是否真的那麼爽 一開始出糧便要不見三成先 然後還有消費稅 還有各項的保險 稅項等各方面不見一半 出糧不見一半 慢慢爽一下 他們就要求政府採取更多的協助措施 去解決這些問題 部分人就說 表示僱主需要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 這些永遠是不會完的 你加完一次薪金 他永遠都會叫你再加薪金 這些是不能完的 我也想看看外國是怎樣應對 然後布魯塞爾機場那邊就說 由於有大量的保安人員 就參與罷工的行為 所以就沒辦法允許客機航班起飛 而大多數抵抵的航班也都會被取消 布魯塞爾航空公司機組委員會 也都會計劃在6月23日至25日 舉行3日的罷工行為 涉及到的航班超過500個 哇 刺激了 有很多的報章就報道 這些罷工行為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因為俄羅斯對於烏克蘭採取一些特別的軍事行動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衝突 影響到一些供應鏈 包括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一個價格 比利時6月份的通脹就達到9% 哇 都挺厲害的 據報法國 西班牙 意大利 德國 瑞典等等 不同的國家都有類似比利時的罷工行動 這個美麗的風景線 現在真的波及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就不知道他們想怎樣搞 怎樣收尾怎樣可以收科 現在英國那邊的鐵路方面 亦都強調願意尋找很多不同的託議方案 適當地為員工調整一些薪酬的同時 亦都要考慮成客和納稅人可以負擔的水平 所以他們就說 10%太多了 7%就算數了 我們不願意 不願意跟通脹維持住 不如就真的 雖然你不用跟通脹看齊 你也加7% 所以這個也挺大件事 還有就是他們的國家鐵路部門 計劃削減2500個維修的職位 鐵路工會就認為 你這樣斬我的人 斬我的位 會增加了一些列車發生意外的風險 不過他們的國家鐵路部門 也都說 從來都不會提出拖累服務 或者令到有安全風險的改革計劃 即是說他們的炒人都依然會為止 而英國交通部也都說 政府在疫情那裡已經 你搬了160億的英鎊 即1600億港元 去維持這些鐵路的服務 所以現在你還要爭取這麼多東西 其實是真的影響到民眾 接下來會減少選擇用鐵路出行 最終影響的是他們自己 你這樣威脅我覺得是 不是那麼好 這樣威脅 那你簡直真的威脅到他們 就說你再罷工 你武功開了 現在炒你那些就炒冷了 再再罷工? 再炒吧 這樣 而其實這個鐵路那個 衝突或者叫做糾紛 已經搞到 因為英國那些鐵路工人說不做 所以搞到機場的行李 那機場行李你都要找人運 那機場那邊都已經是出現了個奇景 就是客運大樓那裡出現了大批的行李 有很多社交媒體 例如Twitter出現了不少行李 即是遍地的相片和影片 還有很多乘客就是很不滿 很無奈 很生氣 很憤怒 我怎麼找 每個行李箱都一樣 我怎麼找 整個海一樣 那重點是什麼 我有兩個行李箱 我怎麼辦 怎麼找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找 祝他好運 總之這些時間已經是 在英國那裡出現了很多 短時間之內無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些香港牙 就應該要出現了 應該要出動 去幫忙 搞大三霸這些事情 你們有經驗 你沒理由不出手去幫幫他們 但是這樣 你不出手幫這些英國的民眾 你們就會被人歧視 說你們不進入他們的生活 但是如果他們出手幫這些民眾 你想一下五年之後 英國政府批不批你那個五加一的話 哇 這次真是 你不要說吞口水 你真是 你吞燒到藥水都救不到 不是開玩笑 而且 英國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原來倫敦那邊也都有 幾千人是上街示威 抗議生活成本上升 批評政府就手旁觀 要求採取更加多的行動 去面對這些問題 所以英國政府想怎樣 加息 但是加息的話 他們供樓 其他生活成本 你以為沒有影響嗎 嘿 做到的除了加息之外 就是加息的了 其他事情呢 我想他們做不到的了 那麼示威者就在波特蘭廣場那邊 就開始遊行 步行到去議會廣場那邊 參加一些工會組織的集會 那麼示威者手上寫著 持有一些叫做停止戰爭 而不是削減福利等等的華雅上街 很明顯他們就不滿他們英國支持 這個烏克蘭去搞一些叫做戰爭 各方面的事情 令到他們的生活成本大升 不是上升 是大升 參與遊行的英國工會聯盟 那個叫做秘書長就表示了 有一些令人痛心的證據就是 顯示通脹危機已經對家庭產生很大的影響 勞工遭受到現代史上最長和最嚴重的收入擠壓 他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有小朋友將學校的午餐 留一部分帶回家 做他們的晚餐 吃不完就很正常 隨便吧 有時候創者力量和幻想會嚇你一跳 總之有多慘就說得多慘 而聯盟就說 自2008年開始 勞工的累計收入平均損失了近2萬英鎊 即20萬港幣 好多 一年少20萬 因為工資步伐是跟不上通脹的水平 這是自1983年以來實際工資的最大損失 即差距很大 通脹和工資的加幅追不上 拉到距離非常非常之遠 令到他們生活不了 正常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他們叫做日不落國 現在叫做日落帝國 生活困難 我想都是一件正常的事件 不過我們香港是與你們同在 你們無論用什麼方法 無論打爆所有的東西也好 即是圍住他們的官員也好 甚至乎兜除窩麵 請他們吃東西也好 我們是會與你同在 你們要搞什麼寧願購物也好 你們搞大三百億也好 我們是會支持你們 爭取民主自由 爭取你們自己應有的福利 你們記住 頂住 千萬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就是這樣 英國的民眾 加油 努力 與你同在 與你同行 OK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民主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民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